大家好 我是運動筆記小編老皮 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預防卡金素症候群呢 快跟著老皮一起做喔 那我們今天關於卡金素症候群的這個主題 已經來到最後一個階段 那今天呢 我們想要告訴大家的 就不只是卡金素症候群的舒緩 而是想要大家如何預防卡金素症候群 這邊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會發生卡金素症候群的時候呢 常常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臀肌的無力 尤其是臀中肌的無力 這個臀肌或者甚至講臀中肌的無力呢 都會進一步影響到包括我們的 擴肌膜張肌以及卡金素的緊繃 所以這樣一連串的結果之下呢 我們需要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去訓練我們的臀部肌肉 尤其是我們的臀中肌 今天我們一樣請到我們專業的 物理治療師林鎮鋼老師來教大家一套動作 好 我們接下來要去訓練我們的卡金素 它的上面的肌肉 它上面肌肉會延伸到我們側邊的臀肌 還有我們後面的臀大肌的部分 所以我們利用一些很簡單的 寬部的稠層的運動 我們可以來去訓練到我們的卡金素 它的能力 好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彈性帶 如果家裡有軟墊的話 也可以再加上軟墊一起來做訓練 或是像我們的老皮一樣 全身可以放很多的彈力帶一起來 幫助他能夠做得更多更難的動作 等一下我們請觀眾朋友 跟我們老皮一起做這個動作 彈性帶記得放在我們的膝蓋之上 好 我要請大家做的是 注意肚子不要往前拱和往後凸 好 維持在這邊的地方 然後我們將我們的屁股往後做 膝蓋不動 往後做 再站起來 我們可以做這個動作 老皮跟著我們一起手 把彈力帶拉到有張力的地方 屁股往後做 膝蓋不動 對 非常好 好 大家可以注意老皮這個地方 他在下去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控制膝蓋 不要往外和往內過度的動作 這樣子就可以訓練我們的 側邊和內側的部分 讓卡競速的功能 獲得一個重新的調整 好 老皮加油 我們還有第二個運動要做喔 來 我們請把我們的雙手 放在我們的肚臍上面 好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是 側邊的抬腿 所以我們要先把我們兩隻腳 先併攏 併攏的時候 記得在立的時候 把我們的腳 兩邊還有腳跟都壓在地板上 好 把我們身體一樣維持挺直 讓我們的核心是穩定的 來去做骨盆的側邊肌肉的運動 將我們的中心放在肚臍的地方 以它為圓心 將我們的腳側邊抬起來 可以嗎 好 來 放回來 再換另外一邊 好 當我們在做抬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這邊的肌肉 和肌膜同時作用 為了讓我們的功能可以更好 記得把我們的小腳趾 像這樣子被拉起來的一樣 做一個鬆擺的排檔 把它拉起來 好 來 老皮我們一起來 來 輕鬆的做 來 抬起來 放下 動作越慢越好 對 換邊 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像老皮一樣 可以打到那麼開的話 可以放小一點點的弧度出去 來 老皮試試看 一點點弧度就好 好 回來 重點是保持上半身不動 身體是穩定的 它會利用到我們的臀中肌 擴肌膜髒肌 還有整個穩定的不分力 好 我們如果說家裡有平衡墊 可以再增加難度 來 老皮我們站到平衡墊上面 好 站在平衡墊上面 我們增加難度 老皮挑戰一下 左右跟五下好嗎 好 來 加油 來 預備 來 走 好 大家回去練習看看喔